欢迎订阅明镜 时刻 现在在中国流传的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在2024年 今年9月份 当时中国军队有一个智库 他向谁 向军委会提出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讲说 如果川普当选 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会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会在这个地区带来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怎样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呢 我们都要讲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中国跟北韩 中朝俄之间 结成联盟 结成联盟来对抗西方世界 但没有想到 我们知道川普跟普丁 是有通话管道的 川普跟金正恩 也有互通的管道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中 他会不会化解他跟俄罗斯 化解美国跟北韩的关系 如果今天北韩跟俄罗斯 跟美国的敌意 没有那么深的话 那可以让什么 让美国豪争以下的 专门对付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竟然就是中国 最失踪 你说现在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 当川普当选之后 没错 中国不但是美国最大的敌国 而且是唯一的敌国 而且事实上 这是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 说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智库呢 上交给了中共中央的军委会 还有中央主席办公室的时候 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什么 提醒我们未来中国人 可能情绪会出现变化 他说假设川普当选之后呢 中国会变成是川普的唯一敌人 唯一 他目前为止呢 这个俄罗斯 或是金正恩呢 北韩 都有可能会跟美国改善关系 甚至他们有可能会倒向美国 所以到时候就变成是 中国自己一个人 要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局面了 因为我们讲的 现在川普当选之后 他讲我要处理两个地方的问题 我要处理哪两个地方的问题 我要处理中东的问题 我要处理俄乌的问题 对 现在看起来是 他上台以后搞不好 真的会逼泽伦斯基退让 不但逼泽伦斯基退让 他也会让普丁 你也要稍稍退让 中间找到一个折衷点 如果俄乌战争能够化解的话 那西方世界 或者是美国跟普丁之间的矛盾 对立冲突就会化解 当这个冲突化解的时候 这次我也看到 普丁跟金正恩两个人 已经完全合作会了 两个人已经完全绑在一起了 如果这个时刻 现在美国就可以豪者以下 全面的来对付中国 那你想说 你自己是天方夜谭吧 没有 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就讲 现在美国竟然在夏威夷 举行了一场演习 这场演习叫做大国战争 而这个大国战争 懂不懂看 现在他们从装备 从演练 从整个假想的 竟然已经毫不掩饰的 完全是中国了 对 为什么说我要那么大 保久跟你讲 事实上这到底会不会 真的是变成这样的情形 真的会 因为事实上川普跟金正恩 或是川普跟普丁 都有不错的交情 而且他们两个国家 也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 所以的确会改善 真的会完全不一样之后 你觉得会改善 有可能会改善 那于是中国就变成是 唯一第一个 这个最大输家 你看 这个谁 布伦伯尔都说 无论是谁在美国获胜 习近平都是最大的输家 所以 真的 只是说 这个贺锦丽当选是小输 川普当选是大输 那尤其是美国现在 连伦伯尔都这么巧 不管谁当选 习都是最大输家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先准备 十兆人民币 这就表示他们知道说 这事情不是普通的 小条 非常大条的一个状况 好 那么讲 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演了 那最近美国在进行一个 你想要美国政府要换届了 这美国国防部跟美国国军 他们是没有停止的 他们现在在设想最新的演练 这个演练来说 纽约时报 还有很多美国媒体 都去直击了这一场军演 这场军演的代号叫做 大国战争 Great Power War 也就是说 他这个设想是 跟一个大国的作战 好 那事实上除了美军自己之外 他还跟一些盟国 进行了这个演练 那这个演练来说的话 它是什么样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画面 保洁 过去美军的演练 他们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衣服 都不是这样的衣服 他们过去的衣服都是类似 他们可能在中东作战 沙漠战争 穿的都是沙漠的颜色 但是这次他们换上是什么 他们换上是 丛林泥彩的这个颜色 丛林泥彩这个颜色的时候 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跟过去美国所设想的 主要目标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事实上这一次 这个他们的演练 他们现在准备要打 丛林战争了 对 那这次他们演练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特别的不一样 他们所有东西都弄成是 丛林的 这个所谓丛林泥彩 泥彩的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这次演练来说的话 出了一些包 保洁 他们这个 在夏威夷演练的时候是谁啊 演练从低空跳伞 什么叫低空跳伞呢 他们就说 在某一天的这个清晨里面 有800多名的这个陆军伞兵呢 他们做了这个C17的这个运输机 然后飞到约末时代 这个距离地面大概是1200英尺 大概是360公尺 那很低耶 对 跳伞 那为什么要这样跳伞 其实这是模拟什么 跳岛作战嘛 可能美军未来 如果假设在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他们需要这样低空跳伞 那跳伞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在小岛作战的时候 我必须要这样的低空进行 因为他面积也非常小 我只能这么低的跳伞 好 就没想到有一个士兵 他在这个下来之后 他们伞没有打开 伞没有打开就这样掉到地面上 这完全都被美国媒体直击 美国媒体直击的时候就说 哇这个非常危险 保险上1200英尺 大概是360公尺 假设你如果真的没有开伞的话 9秒钟就带到地上 9秒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但是对伞兵来讲 一样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赶快打开伞的时候 保决会非常危险 就他们没想到 他们进行这样的演练 这样演练的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后来 人家就说 美国媒体就问说 那我们这个受伤的士兵怎么样 他就说 美国陆军太平洋责任的 区的这个决定性动作 做好准备 我们还是继续会这样做 虽然有人受伤 还是照样会这样做 所以你说 美军这个大国战争的演习 它是完成的 它只有在1200英尺 也就是在360公尺的高度上面 其实就降落 降落的时候 刚才讲到 已经有一个人 伞没有开 他就掉下来 他们怎么形容 那个人就像一根香烟一样 笔直的掉下来 笔直掉下来以后 赶快去救援 救援以后 那个人还清醒 可是已经动弹不得了 清醒动弹不得 马上后授 那你说 有没有马上停止 有没有 这个所谓的改变 没有 没有停止 演习照常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演习有多么样的认真 这个演习有多么样的严峻 你都有一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 演习照常 美军是玩真的 他们这个演练来说 不会因为一个士兵的受伤 就停止这样的这个训练 所以他们在训练什么 训练 万一有一天 在东亚出现这个争夺战的时候 他们可以快速的跳倒这个作战 所以从C17 知道我们都讲过 类似的这个故事嘛 C17 然后跳伞下来 就是要这个快速的 这个远征部队基地的 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看 有余时报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这种新型的 这个所谓的运输的武器 运输的车辆 等于说我连脸的涂装 都跟过去不一样 然后呢 我要对付谁 我要准备一场战争 对付中国的 对 没错 而且他说美国陆军 已经准备要跟中国开战 他都直接写这么清楚 他说庞大而笨重的陆军 现在进行一个转型 在必要的时候 要快速部署到亚洲 所以你看连美国陆军都在转变 那陆军在转变 他们就说什么 这一次的设备完全不一样 他们现在派遣了一个新的 这个陆军的这个绿色 他们也把这个 涂上绿色的这个涂装 然后这个雨林颜色的这个搬车 搬车来说可以载九个士兵 那九个士兵来说 就载九个士兵 这种是专门应付 整个东亚情势的 是雨林使用的步兵战车 不 步兵渔兵车 一台兵兵车 九个人 九个人 然后他们就可以分散到不同区域去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 用所谓通讯 这样互相的这个连接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用星链计划 或用什么样这样互相的这样状况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步兵训练里面来说 有这个美国军队的兵 然后跟日本的兵 然后跟澳大利亚的兵 还有跟印尼的兵 他们一起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演练的这个情形 他们当然在这边 有非常多丛林的演练 包括在丛林地形里面来说的话 用绳子来垂降 然后到壕沟里面的作战 然后包括说像冲锋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他们还在这个丛林里面 这个行军的这个情形 那甚至保健 他们还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未来的远征军的这个作战里面来说 有一个方法就是 他们要吊着 包括说榴弹炮 或是吊着海马寺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这样作战 这个打带跑 这么大的榴弹炮用CH-47来运送 运送了以后 我把上把给降落放完了以后 这个射击完以后 马上CH-47 马上轻辱克 又把他给载走了 所以你看这个作战模式来说 就是我们之前在美国 有讲到所谓的 前进远征基地这样的概念 他们现在用所谓的 这个所谓榴弹炮 这样子做一个训练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们这一次 我们之前已经讲到 作战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的这个 他们的将官怎么说 他说 没有理由用鲜血交换鲜血 我们可以用钢铁交换鲜血 就是你看用钢铁交换鲜血 我们不会跟你鲜血交换鲜血 这是过去的作战模式 你北韩用这一套 我们不用这一套 我们用钢铁跟你交换鲜血 所以美国的作战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陆军 我们讲过去陆军作战逻辑就是鲜血换鲜血 没有现在不是这样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说我们现在呢 进行了大量有非常多的无人机 然后包括说诱饵师的无人机 侦察机还有攻击机 也就是说他们目前为止 陆军在训练就是我们用了非常大量的 这个无人机去攻击 这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这一点 那于是 乌克兰战场的这个无人机 在被用到美国的空降师 他们现在也要训练 他们现在 这个散兵那些也要训练 但是作战训练也要训练 所以你刚刚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大国战争 你现在看到了101空降师这个座的训练 他说他们每天都在接受 俄乌战争里面所有最新的情报 然后在根据俄乌战争里面 情报里面所需要的信息战术 对 再把它给转换过来 对为什么 因为101空降师是非常著名的 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二战当时的时候 是这个前进到欧洲非常重要的部队 他们现在也是联合这个最新的科技 在做最新的这个自外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隐形指挥所 对 于是以前的指挥所要搞得很大 他要搞得很气派 没有 我现在是一个帐篷 我这个帐篷在冲突里面 我随便就设置 你从外面根根看不到 而且我这个指挥所可以看到吗 我可以的涵盖的范围 有这么样的广泛 而且你看中间那个绿色的 如果你没仔细看 你还以为那就是一个绿色的 这个包括凸起物 没有 他就是一个指挥所 你看 他就隐形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他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好 那你看 你把它掀开帐篷 往里面看 里面是高科技 里面有非常多电脑 各自各样的电池设备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说呢 我们很简单 如果打完这场战争之后 30分钟就可以把所有装备 包起来之后 就移到下一个地方 而且他不是只有 保险他不是只有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指挥所在这边 他旁边来说 他会弄非常多电缆 电缆在这个要做什么呢 他们可以负责发送任何的讯号 还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手机啦 平板电脑都可以接收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 不受干扰 所以等于是非常好的一个 前进指挥基地 它里面有电 它不是一个帐篷 不是 帐篷旁边布满了各种线路 对线路在下面 然后帐篷弄在这边 完全你不会看到我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帐篷 当成是一个指挥中心 这样子指挥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他们有什么 无人的运输车辆 然后还有人在现场 是维修无人机 马上出了问题的话 这个维修人员就来了 他不是维修什么通讯设备 维修无人机 所以等于是他们都用这个无人机 当成先锋 或者说无人车辆 无人的相关的武器 当成这个先锋 所以他们才会说 以鲜血换鲜血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美军是用钢铁换鲜血 绝对是一个新形态 作战的这个模式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一里一空降师的中尉 他在接受CBS访问的时候 讲得非常绝绝 说我们现在大量用无人机 我们用大量的无人的战车 我们现在那种以血换血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用钢铁来换对方的先鲜血 也代表 现在新形态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一个恶物战争上看看 他们现在大量的无人机 大量的无人装备 还有 我有非常严密的通讯设备 我在来无隐区物中 在对方还没有挣扎到我的状况下 我就把对方全部的屠杀 而最好的对比 就是这两天我们讲的 北韩 北韩号称他们有最强的 所谓的特种部队 而且他们也经过了最残酷的训练 但没有想到 他们现在北韩派了特种部队 而且派了三名 金正恩最相信的将军 现在到了前线 到了恶物的战场 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 竟然全部被屠杀 只留下这个人 这个人还是躲在同袍的尸体下 才幸免云淡 可不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他们就躲在这个壕宫里面 躲在这个壕宫里面 还搞不清楚任何状况的时候 反正他讲到 乌克兰就可以确定 这就是北韩的这个所谓的 哨所 这是北韩的这个通道 结果我就透过这个通道 我就把北韩的军人全部杀光 邦大哥为什么可以用钢铁换鞋 一个理由很简单 当整个陆军装备的无人机之后 他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 叫做三维生物 可以透过我们讲的三维的角度 来去打击 但北韩不好意思 就算你派再多位将军来 你还是二维生物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乌二战场上发生什么状况 北韩士兵确实上前胜了 派了五百多名 结果其中的四十名 各位就你现在看到的喔 你看还不知死活的 把头看出壕宫来 看一看天上怎么有声音 怎么好像有嗡嗡嗡 结果下一个马上 他们是躲在壕宫里面 对马上明明明明 宝贝哥你知道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是什么吗 之前还传出说是北韩的军队跟乌克兰的军队双方交火 交火因为是想说你来我往双方都有死伤 没有 他们就躲在豪宫里面 就一个一个被杀了 没有 这叫单方面的碾压 光是北韩的士兵从豪宫探出头来 听到嗡嗡嗡的声音的时候 不好意思 下一句话就是接 你已经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根本连敌人都看不到 根本连敌人都没办法交火 代表北韩士兵完全缺乏对无人机作战的认知嘛 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探出头来的时候 你等于是平白无故的让他去AI辨识说 哦看清楚了所以这是一个人脸 这是一个人头 那这边可能潜伏了多少人 我马上要进行轟炸嘛 那你搞不好躲在里面躲好好的 不要被照到不要看到 无人机就飞过去就没事 结果你就是这样探头出来 就探头出来 保险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吗 不好意思40个人当场阵亡 这个号称说在南北韩最强的车手部队 这个号称是叫做肉体的武器 他们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可没有想到送到了战场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我不管你是人间凶器还是有六块鸡 还是胸口碎大师都没有用嘛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乌克兰的人在哪里 可能乌克兰操作这个无人机背后你知道什么吗 一个瘦瘦小小戴眼镜 搞不好近视700度800度 然后在外面操作拥护器 但他一样可以把你们这些猛男给炸死 因为你根本就打不到他 你根本就搞不出状况 所以最后炸完之后 的确有一个人幸存了 保险你知道为什么他幸存吗 因为刚好前面他的铜袍当肉盾 其他人被炸死 然后被躲在那个压在尸体下面 他就... 他就起来 怎么我旁边的人已经没有半个人活着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件本来传说 北韩派的都是所谓的老弱的产品 派的这个是又瘦又干又小 派到鞋线 没有哦 你看到这个人整个脸型的体格 你再看到他身上 他是很壮的耶 都是特种部队 都是壮汉暴风部队 所以你想想看 带领这些暴风队要哪些 北韩的什么副部长啊 侦查总局局长啊 人民军少将 这是三巨头直接就拍过去 结果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这三巨头也搞不懂 无人机坐在什么状况嘛 而且你知道北韩现在在前线 他们在干嘛吗 八千名哦 他忙着学俄文 说什么 哎呦我要赶快记得 100个单字 那无人机怎么讲 drone怎么讲 然后还在记之中 背这些我们讲俄文单字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还在训练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还没训练完 就已经往前线送了 20岁擅长的角落机战术嘛 我用人海去堆叠 反正用人肉去推进 反正你去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去角落 所以凸显出一件事情 俄罗斯真的没人了 所以他们宁愿呢 去派北韩这些 什么我们讲的 青春的霸台 这些坚强的霸台 来去前面 当我们的人肉盾牌 而且你可以看出来说 乌克兰现在刚刚讲的 他现在的AI模式 真的越来越多了 你就看到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 可以抵抗俄罗斯这么久 当北韩 当俄罗斯还在教授他 俄文怎么讲的时候 不好意思哦 人家乌克兰的 无人机弹术已经进化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 是一个文若书生 去操控这个无人机 未来MEN啊 为什么 他们用的叫做风群 宝家跟你要理解 所谓的风群的概念是什么 代表说他从电脑上 一个指挥中控坐台 设定好我的路径 跟我要攻击目标的时候 他形态会自动 按一个键 即时变化 那我问你要按一个键 即时变化 代表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些无人机 第一个他沟通上 必须要有完整的串联 第二件事情 一定有AI系统在里面 所以他已经不是传统 我们想的玩遥控飞机了啦 这个已经是你在客观电影里面 你在魔鬼终结者里面 看到这种会追杀你的啦 所以你现在是乌克兰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指挥一台了 是他你现在所有升空的无人机 他可以自己协同作战了 对就如同电影《明日编戒》 他有一个母体 而后面剩下的只是他的爪牙而已 而透过这个方式他会干嘛 可以大量去攻击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 你现在以为说无人机 只能当自杀吗 没有 有些人还可以当什么 在货的 有些人当侦查的 甚至把机械狗直接丢在地上 就去给你探看路面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 包括他们的石油 包括他们的弹背物资 所有的后勤补给 通通都被炸个底朝天 所以雨萱 如果你今天把北韩的这个故事 再加上之前 以色列去打伊朗的故事 这个战争形态真的改变了 也难怪 现在中国的军委会 或者中国的军人 也就是或者习近平本人 看到状况根本吓死了 因为现在二制的武器 在整个美制武器之前 根本就是破铜烂铁了 法律哥这就是那句话 为什么大家讲说 AI is real AI真的来临了 因为已经在战争上 最早反应了 刚刚讲到的无人机 那个属于地面三维打击的部分 但这个讲到什么 这个讲到是 传统的战机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 叫做超视剧作战的方法 什么叫超视剧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看不到我 人没看到我 但你已经死了 我已经把你歼灭了嘛 法律哥它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 我先用骇客入侵 确保我的安全 把你所有的 我们讲的 防空设备 给瘫痪之后 再用F-35去踹门 踹门完之后 轻扫荡 扫荡完毕之后 你所有的防空设备 这时候来了 你看哦 无人机就可以发动攻击了 对工厂进行攻击 对工厂进行轟炸 你想想看哦 你以为看到的是 只有那种超音速战机 在天空飞 不是 因为你雷达扫完之后 你防空设备瘫痪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大量使用无人机 眼睛瞎了 耳朵聋了 而且各位你不要误会哦 以色列无人机 根本就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确实有200多家无人机厂商 但以色列可能一两家 两三家就够 为什么 精锐进出 专门否军事使用 所以你看建筑物倒了倒 防空设备呢 甚至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 它即便说 哎呀想要去拦截这个以色列备弹 但照样被轰炸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根本防不胜防 今天你有一座 你有两座 但问题是面对 我们讲的以色列的攻击 它是有高低空三层次大量的轰炸 有些是炸弹直接轰 有些是我们讲的 直接去踹门 有些是F-15呢 直接带J-10去轰炸 有些的是用无人机的方法 我就问 即便你有一个导弹 但你有办法把所有东西 都给完全毁灭掉吗 而且你会看到 现在伊朗的导弹工厂 它是有隐蔽掩蔽的 它完全躲在山谷的 如果过去的二维作战的话 我躲在这里 你要进攻 你要攻击 你要有什么破坏 根本不可能 结果我根本不用了 我根本从空中直接看到 直接就把你炸掉了 把雷克斯分两次 第一个就代表说 现在整个卫星 其实眼睛 才是战争最重要的点 它不只是把你的眼睛吹回掉 它还透过卫星 透过我们讲的 甚至是低轨卫星 也就是我们讲Elon Musk 它最擅长的 它可以去观测到 长期你在这边 比如说你在这边隐蔽 但你总有进进出出 我看得到你的导弹 再第二件事情 我至少要打击得到你 这时候就我们讲到 F-15它最擅长的部分 它可以去再生可能2000磅以上 这种非常高大重量 这种钻地弹 所以即便你躲在地下 躲在碉堡里面 我都可以直接摧毁 将你打击 而且我整个航程的距离 加上加油机 因为你看不到我 我可以很放心的 让加油机在空中飞 2000里居敌于外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连2000公里外的敌人 都可以炸到道路 都可以把你老家 把你隐蔽到不行的东西 炸个底朝天 那你伊朗要凭什么样的底气 凭什么样的勇气 来跟以色列一战 而且雨萱 你说你看到了这一个画面 你看到这个照片 把你给吓死了 本来以为说 我们现在就是炸 比如说你要炸 伊朗的这个所谓的飞弹设施 你要炸它的所谓的引擎机体 你应该就在这个范围 没有 你现在觉得以色列恐怖的事 导播我们再看一遍这个 它的整个弹着点 是包括了伊朗的全境 伊朗的每一个地方 你的防空武器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 这太可怕了吧 我的F-35进去的时候 从北到南无一幸灭 这个有两个层次 一个叫做军事上的目的 另外一个叫做 心理上的隐隐灭机 你想想看 为什么他要从北到南去轰炸 如果说 全部耶 如果说以防空设备来讲 也不可能这么多吧 对不对 代表说他包括练油厂 包括你的后勤 包括你的弹药储藏处 我全部都知道 我想打哪就打哪 对 你整个在里面搞什么鬼 我都知道 在地的事情就是 我有办法去侦测去探测到 你所有整个伊朗全境里面 你躲的 你在哪里 藏的在哪里 那你想想看 前一阵子我们才讲到说 伊朗也好 哈马斯也好 甚至是我们讲的珍珠荡药 纷纷领袖都被狙杀 小的人 我都可以找得到 大的你的战备物资储藏点 我也可以找得到 所以在我面前 你整个伊朗全境 都是趁公公 知道我看的 好 师兄 我们要在恶物战争里面 有这个武器 大放光彩 海马斯火箭弹 我们这一看到 海马斯火箭弹 非常厉害就是 当海马斯火箭弹 直接开到了大桥上面 它就放下来 然后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它就发射了 发射了以后 就精准的打动目标 那它再就开到另外 它打完 射后不离就跑了 另外它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样 它马上接收到坐标 接收到坐标了以后 马上射出去 射出去以后 攻击目标马上又离开了 这个 台湾非常希望的海马斯火箭弹 它虽然竟然 打破不开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这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那他们在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他们在美国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接收海马斯火箭弹 没错 我们跟美国买了29 海马斯火箭弹 那目前为止来说 交货的时间来说 美国是希望在2026年 能够全部交给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 这个台湾的军人 就要到美国去受训 这都是台湾军人 这个就是海马斯火箭弹 那个装备的车子 那没错 那这照片是从哪里流出来 这种美国军方的粉砖流出来的 流出来 你看这个画面 这后面就是海马斯火箭弹 这个相关的配备 那这里面来说 有台湾的军人 然后有美国的军人 然后还包括说 还有这个罗马尼亚 还有艾沙尼亚等等很多国家 四个国家的军人 因为你只要接收 海马斯火箭的这个炮弹的话 我们就来训练 所以这个要讲的 过去三个礼拜里面 我们有荣幸的培训了 来自台湾 罗马尼亚 艾沙尼亚 所以你现在有台湾的国旗 罗马尼亚的国旗 还有艾沙尼亚的国旗 对 没错 那美军大大的一个人弄出来 就是表示 你看我们训练了这么多 这个军人 你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来说 台湾的军人是最多的一个状况 对耶 他说好 那台湾这么多 你看有男生有女生 到那个地方去接收 这个相关的训练 甚至还有他们 po了这个下班之后呢 在那边这个 吃吃喝喝的照片 所以告诉你什么 所以我们在那边 是跟美军可以打成一片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三 这个29套的 这个海马尼亚火箭弹 未来有一些种子教官 已经训练了 那未来接收之后呢 因为海马尼亚最高 可以射到300公里远 所以不论对我们的近海的防御 或是说我们未来的 真的假设了美军 要来这边支援的时候 可以用上这个海马尼的火箭弹 是增加我们台湾的防御 跟攻击的这个能力 所以根本不演了嘛 现在就直接告诉你 你已经来了 你已经在接受训练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系统 带回台湾了 那这就是我们交的保护费嘛 那保护费目前也在交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 事实上米利 这个前美军的这个 参谋联系会主席 他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他说什么 保险他说什么 我的猜测 人家就问问说 那你这个未来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他说我的猜测是 从现在起的十年到十五年 美军的三分之一 或是四分之一 都是机器人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未来的大部分都是机器人 就美军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台车就是无人车 对 无人攻击车 那这是由这个Adura的公司 有所研发的这个自驾越野车 那这自驾越野车也是 他就可以自驾 他自己可以去攻击 虽然你可以人操作 你也可以去攻击 然后他可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控制无人机 那事实上现在我们台湾 也跟美国买了一千架的 这个无人机嘛 这个目前为止 未来几年也要陆陆续续的 这个接收嘛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美国有非常多的 新的这个作战方式 除了无人系统之外 未来联合作战 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不是在这个 这个集成演练的时候 就用什么 用不同的飞弹 124的板件飞弹 海马4 然后甚至是我引导你 你引导我 我引导日本的飞弹 或是日本的这个雷达 可以引导我的飞弹 未来联合作战的方式 所以我才说 美国现在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是 过去想象中的那一套了 因为之前 美飞兼兵兼作战的时候 就释出了一个影片 释出了一个影片就是 他们现在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丢到了一个荒岛上面 丢到荒岛上面 我开始弄坐标 坐标了以后 C13栋就来了 C13栋就把 海马4火箭带 我把它登陆 登陆以海马4火箭带 到了以后 马上就定位 眼睛都不用看 看都不用看 就直接飞出去 直接飞出去 就把一个战舰给集成了 对 所以现在的美军的 这个作战方式跟思维 完全都不是过去那一套 所以这一套战争思维 你看从最近的 俄罗斯的这个军备 跟美国军备 直接的较量 看得出来 这个落差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从这个 北韩的军队 跟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作战 你就知道 这个差距是10万8千里 这目前为止 俄罗斯军队 跟这个北韩军队的 这个状况 也是现在 中国军队的这个状况 好 刚才讲的 一个美军的粉专 或者美军直接公布说 现在埃札尼娜 罗马迪亚 还有台湾的人 都在我们这边受训 受训以后 我们就教他们 怎么样爱马斯 就这个爱马斯火线弹 这个爱马斯火线弹 真的已经很厉害吗 而且我们现在 是真的肩并肩 手把手的 把这个东西 给学回来了吗 那么中共说 台湾向美国买的 速箭这个武器 并没有办法改变 两岸军事力量的 对比状况 我不需要改变 跟你的对比状况 我不如你嘛 我不需要像你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来攻的 我在守的嘛 所以我只要能够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让你付出代价 这样就好了嘛 海马斯火箭弹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的帕拉丁 那时候不是要买帕拉丁吗 后来帕拉丁 因为了生产的问题 所以后来加买了 这个18套的 海马斯火箭弹 在那么明年跟后年 那么我们会先 大概今年到明年之前 我们会先拿到11套 海马斯火箭弹 后年2026年 那么加买了18套 会全部拿到 大概有900多枚的 海马斯火箭弹 海马斯火箭弹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以打陆地的 它可以打陆地的 也可以打 那么越过台湾海峡 过来的 中共的相关的运兵船 这才是我们买 海马斯火箭弹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让你不能登陆 这一次不是有公布 这个跟其他的国家 美国有特别公布 在公开的资讯 公布我们台湾 到了美国去受训的 这个海马斯火箭弹的人员的 这个照片 那有立法委员很担心 那这些人员 他们的这个肖像 直接公布出来 这样好吗 那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说 这是公开的 公开的相片等等 会跟美国国庭 其实我告诉各位 其实顾立雄心里面 应该在投降 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请问你 什么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旗 可以跟其他国家的 军事的训练人员 一起公布啊 而且美国完全不遮掩了 我记得我在本节目讲过 个人比海马斯火箭弹 更期待的是什么 是M1A2T的坦克 要来了 那你知道我们 派了多少人去受训 我们派了84位的 同志教官去受训 84位 对啊 而且告诉各位 这个月就要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了 已经快要整整的 快要接近一年的时间 他们这个月 全部都要回来 只留一个人 其他全部都要回来 那为什么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们都还来不及看到 我们台湾即将拥有了 108辆的这个 那个M1A2T的 最先进的这个坦克嘛 但是有个人帮我们看了 还拍了照片 他是澳洲的YouTuber 他到美国去 资助旅行的时候呢 刚好看到一辆火车 载着一堆坦克 然后呢 他就把这些画面呢 全部录影拍到下来 结果一看 他里面有一个配备 是台湾M1A2T独有的 所以他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M1A2T的坦克啊 这个火车上面有12辆 那么在我们今年跨年前 我们会拿到28辆的M1A2T 即将直接运到台湾来 28辆 明年38辆 今年会有38辆 明年42辆 然后后年28辆 总共有108辆 放在新竹跟桃园 这些战略地点就对了 M1A2T跟各位报告一下 除了这个改良式的 布莱德坦克之外呢 我们还选购了比较 这个昂贵的这个辅助冷却 跟电源系统 在没有开主机的情况之下呢 里面的电源充饱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不开主机 然后呢 也不开配机 直接 那么用里面的设备呢 直接还可以撑两个小时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让对方的 那么热导引的飞弹 打不到你 找不到你啊 这是M1A2T的 坦克的各式的好处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报告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对了 是什么呢 那么虽然我们的 托式2B的 这个导引的飞弹呢 1700枚有受到一些delay啊 但是其中460枚 已经运到台湾了 另外400枚的标枪飞弹 已经运到台湾了 还有另外我们跟美国 加构的次真飞弹 我们加构的次真飞弹 还没来 但是它送我们的次真飞弹 已经先来了 告诉各位啦 前几天不是公布了一个吗 台湾跟美国同时公布吗 三套 三套中程的防空飞弹 不是过来的吗 123枚的飞弹 这个系统除了补足 我们中距离的 相关的防空飞弹之外呢 事实上它里面的雷达 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可以跟Link-16 跟我们的飞机 跟我们的军舰 跟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跟我们台湾中科院 自己发明的天剑飞弹系统 全部连线 好 郭震 现在有一个人 叫中央财经大学 副校长李建军 你说中央财经大学 是直属他的财政部 是他的一个重点大学 结果他的副校长居然讲 中国现在负债很高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国债的负债超过 GDP 60% 那就是警戒线 中国已经过了百分之百了 而且中国有很多省市 是超过百分之三百 中国自己人都站出来说 你这样举债非常的危险 因为很多的省份 其实根本还不出来 因为超过百分之三百 天津 重庆 贵州 甘肃跟四川这些省份 其实非常危险 所以中国现在说 用10兆再发债来救市 连中国自己人都站出来说 等一下 这非常的危险 如果再举债下去 很多省市根本还不出来 我们看到最新2021到7月 中国各个地方财政收入里面 居然只有上海 是等于说是证数 其他的从天津 海南 宁夏 福建 北京 浙江 青海 这些一路的国债 都是入不敷出 对 这也是自己人 为什么要站出来说 等一下不能再发债 因为过去是三省三市 就全中国 现在是整个上海 只剩上海有在赚钱 其他那些强省 浙江 江苏 广东 这些都没有办法赚钱了 所以再借下去非常危险 你说这种发债把台商 台商吓死了 我们都知道不是又8000亿 跟10兆又旧股市吗 台商现在乐意 非常乐意这件事情 小路乱转 到底炒股要不要跟着走 但是老经验台商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发债10兆或8000亿 旧股市看到股市狂涨 他们都在问 财政部在哪里 财政部有没有出来 没人管吗 刚才那个是财政部出来的嘛 台商很聪明 那财政部你要把钱拿出来 钱在哪里 台商为什么瑟瑟发抖 是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都没有税收了 每个地方都没税 国库缺钱 你是要怎么拿钱来救市 所以你一定要拔羊毛 这个羊毛在哪里 难道台商又要当羊毛了吗 所以小路乱转变成 其实是瑟瑟发抖 台商马上想到 查税跟罚款 最可怕的是罚款 罚款竟然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台商现在不是小路乱转 而是担心门被撞 因为又有人上门来查税 这才是可怕的 好那要讲呢 现在中国就干嘛 狂开罚单 而且还逼你提前缴税 所以台商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真的在山东省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地方官员打到医疗科技公司跟你说 你现在我税收不起 你要补税给我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企业发展 但我知道怎么回一个企业 公明者四分钟的录音 明者是要企业拿出钱来补我的税款 那不就勒索吗 对 就是公然的走极端的特略 因为就是没有钱 只好这样查税 要你拿钱出来 所以我现在没有钱 我现在就跟这个医疗科技代表讲说 我必须要承认 我对企业发展不多 可是我知道怎么摧毁这个企业 所以我跟你要钱你就乖乖上脚 这个明者就是恐吓取材 再来还有一招是 我就一直在查你的健康公安 卫生所有的东西 你消防公安有没有 所以消防安全检查了两倍多 我不停地检查你罚款增加60% 所以怎样罚款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 于是发生什么事情 民企的投资越来越少 现在几乎归零 民企投资归零之后 工作机会 大家现在都不敢公布失业率的 所以就发生什么现象 物理硕士跑去考工友 整个苏州的高中招聘 招聘一个工友 物理硕士24岁物理硕士 一直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变成是考上的工友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要一万多人才考一个职位 所有好的 这是2024年的公务员录取 把好的职缺都给了党员 一般的你只要一万多人 才考一个好职位 我们昨天台湾从北到南 都过了一个什么 过了一个亲口的一天 好久没有这么强的风了 这么强的风把整个台北 吹得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 他现在因为我们中央山脉的关系 他被破坏 被破坏了以后 他现在被一个侵入台风 就干嘛 跑到浙江去 可是老婆你看花片 他就算是已经降落了 他现在跑到浙江 威力还是很大 不然他太惊人了 为什么 因为原本他是强度台风 但已经遭受到中央山脉 我们讲结构性的破坏之后 到了中国 因为他说还好吧 就没有 还是侵入台风 而且各位 他说中国还这么强 你看看这架还好吗 我跟你讲 他是等于是浪费 经过非常大的动能 给推升之后 撞到这个防波体 就蹦一个 老雷哥你知道这有多高吗 我跟你讲 十公尺 三层楼高耶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 其实这不止三公尺喔 一二三四五 但是四层楼 比那个房子 还来得更高 整个就是滔天 所以他们讲说 太可怕了吧 这么连浙江都已经 变成清度台风了 大到这个程度 还有这么高的浪 而且你以为只有浙江 没有温州也一样 照样给你十米高 在岸边看到都皮皮发抖 而且宝哥你知道最可怕是什么吗 他们现在讲喔 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路径 直接往上海去 而且风一样强 但是唯一的差别是 他会去上海 对 而且他的水气也很强 来 各位军 你现在看到的 原本中国最尹豪 或是什么 就是一大堆太阳能板 他是整个掀起来 我们是屋顶铁皮屋被鲜杯 他是整个太阳能板 包含他的水色 对 而且你会不会看到 翻过来的时候 他整个卡掉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还有车子在行巾 等于就是他那个杂序 都会直接砸到车子里面 不只是这样 连很多许多路人 在路上走你知道吗 是浙江在应急 他们说 他到了浙江风还这么巧 对你看 全部整个太阳能板 砸在地上砸得一塌糊涂 我们讲我们是路数倒在中间 他不是 他整个板子就横在中间 而且这绝对会有伤亡 而且不只是这样 连一般的人民 还没有我们讲登陆 他们光是站在广场上 就发现 风墙宇宙如同很有记者 在连线的时候 常常被吹得东倒西歪 一样 整个浙江发生这种 墙风蚝雨 全部都同一时上山 而且刚刚讲不是风海墙 现在还淹水了 对 他跟台湾最大的差别是在哪 因为他在我们讲巴士海峡 甚至在台湾海峡的时候 他不断地把水汽给吸 所以包括领海市这个地方 整个中国沿海的地带 我们讲 轻度台风 但是他带来的豪雨 持续的不断的路 而且你看在领海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人电动车 他们最喜欢开电动车 不好意思遇到泡水照样没皮条 直接卡在路中央 所以导致说很多交警 都要赶快跑过去 都停了 对要去救援他 所以你看他整台车 就困在这边 如同汪洋里面的一个孤岛 所以交警还可以 快快敲他们说 修丁你怎么办 因为你知道吗 水压把这个门一起揍 导致说他根本没有办法门打开 所以只能从外面 用强行破坏的方式才有办法门救出 苏联台风到了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前天就讲说 这有可能去竞逐今年的风 大家讲真的假的 大家感受到了 这几年来已经没有这么强的风了 对而且来自国外的一个追风者 英国的James Reynolds 他就说哎呀 每次有这种强风豪雨 因为我上次在宜兰遇到强风豪雨 我那时候还开雪岁嘛 刚好他人也在宜兰 我们私之交臂 结果他又来了 他说我这一次呢 一样再跑到东部 特别喜欢我们这个东部 来各位就是由这个我们讲的 Rhyno所拍下的画面 狂风豪雨 而且你看哦 他都去跑到一些市区的画面 所以你看到 那个地上的那个风浪 非常非常明显 松松松 他就直接用扫的 甚至是他也有拍到什么 一样露宿倒塌的画面 老林跟你说他怎么形容吗 他说哇 It's really a beast 他说根本就跟野兽一样 这根本就是野兽 太可怕了 因为所到之处 他也没看过说 哇大树可以倒成这样子 有这么离谱 甚至是连这种河岸的地方 甚至连外面玉璃 这花莲拍到的景象 老林跟你说什么 白茫茫一片 金本那核 那核 大到金本看到 看不看外面说什么状况 看路标也没了 树也倒了 对 就是这个 这个白茫茫一片 不讲你还以为是大学分飞 你就知道当时的雨量跟风量 有多大才会造成这种 我们讲如此恐怖的状况 但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中国浙江那边风浪很大 然后撞击到岸边有这种巨浪 宜兰也有好不好 我们宜兰这些大型的渔港 人家讲说很多人就去那边冲浪 你不用冲了 为什么 因为浪直接冲进来了 你还在想说我要冲浪 那你想想看喔 停在大西渔港的这些船只 各位啊 多可怜 因为台风天他们都会紧紧把 互相的船给扣在一起嘛 就不是 整个大家一起死 这船 对 他就是左右相互碰撞碰撞 他不是被浪打的喔 可是浪太大之后我左撞右 那这个山本也成了吗 当然啊 他绝对底下破洞了 宝刘哥 就是东撞西撞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整个港区的渔港 没有一个幸免嘛 大家一起受难 但你说渔港 你说海边 不是咧 我们连都市 我们带你来看101 101的视角也是一样啊 整个经过缩死之后 你会发现非常的可怕 那种强风好雨在整个市区里面 因为我们讲台北市有这种盆地效率 因为这种雨角流 刚刚我们讲的 泽胜老师跟我们介绍的状况之下 台北市风也很强 刚才讲在台北市 它的平均风数也到了11 12级 就超标 原本倾向预估还只有9 但为什么会超标 为什么到11级的 那从11一拍的 对 各位 你看那个雨都是用横的 等于是我们刚才讲雨角流 这种汇流压缩这种像峡谷像一样 把所有风通过高速公路挤过来之后 不好意思 连信誉区的大楼都难以幸免 为什么 因为就有人有皮嘛 说台风天我在我家 我信誉区大楼 我这个一平一百万应该没事吧 就躲在楼下 拿着手机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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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然发现 欸不对了 这个玻璃 吹破了 本来是咚咚咚咚咚咚 结果下一个 吓到 因为她本来所说 哎呦 外面风雨好大 她也在自己在那边配音 结果下一个不是配音 是尖叫声 阿 马上一叫你知道要 vedere吗 玻璃直接 便碎片 全部飞进来 他们家的法兔吓死了 而且连信誉区 这都顶楼的 我们讲了 铁皮屋也一样 吹的乱七八糟 通通砸到马路上 好所以 今天就有人做对比了 这在三土耳台风 这一个是康瑞吹风 塞多了颱風只是裂開而已 到了康睿颱風 整個都沒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一次校園的宿舍也難以幸免 為什麼 文化大學是我們寶傑克的母校嘛 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各位 這是你想像中被颱風吹過的樣子 這個窗戶破掉 玻璃破掉 結果這是我們講康睿來的時候 你說不是勒 陽台勒 人去哪了 而且包括什麼新電紅綠燈 甚至有人跟離不到什麼程度 連家裡面的冷氣都被吹到位移 我本來冷氣是砍入式的 結果等我一覺醒來 怎麼冷氣跑到我頭上 全部都往裡面 你就知道這個風有多強 更沒有想像今天早上整個露宿都是東倒西歪 對 因為露宿有兩種 一種是大樹 一種是小樹 那你告訴我 公園裡面通常都是種這種大樹 結果沒想到連公園裡的大樹 半夜倒掉了 你就知道這個風亡當之無愧 所以哲哲 剛才講到的 這個台北已經很久沒有碰到那麼風了 而且這個風這麼強 連進到了浙江都發生災難了 是 這個相局他下午的解除警報的時候他下了一個標 叫做這個颱風是叫雨灌一花 風掃全台 就是說 它是 雨是到宜蘭花蓮 對 它是最厲害的 因為宜蘭花蓮出現到一千兩百 整個兩天半一千兩百毫米的雨量 那風掃全台 全台都是大雨 為什麼呢 它這個 因為本來我們那個一般的媒體都說 它是一個胖颱風 跟這個山陀而比 可是實際上 它是一個又強又壯的颱風 又強又壯 它是很結實的颱風 對 很結實的颱風 而且它造成了我們全台風強宇宙 我們看這個颱風 當時它這個過程 通過台灣的時候登陸之後這樣上來 其實台北它真正發生大 這個是它所有的降雨 風力超過十幾以上的風 那這個越大圈的是風越大 像這個和歡山 還有這邊出現到十五級以上的這個風圈 這都是強震風的這個風 那至於說雨區的話大概就是以東 所以為什麼是雨灌移花 然後風掃全台 這張圖大概就是表示這個 那其實颱風本身它的這個風力的狀況是這樣 外圈的話 外圈的話就是這個大圈圈 就是它的這個暴風圈的最邊緣的話 達到八級 我們叫它颱風 然後如果中心的風速達到十二 第二級以上 到了十三級以上 我們叫它中度颱風 那如果超過十五級 那就是強烈颱風 那這個是颱風的這個變化 我們看到 如果看這張圖的話 當時這個風 全省都是風 就是風掃全台 你可以看到這個大圈圈 這幾面 大概這個排名大概二十名前面 都是在十三級以上 十三級以上 包括了台北的大屯山 三里也是十三級 這個還是在昨天的早上 後來到昨天的下午的時候 大屯山到十五級 到晚上的十五級 我們看下一張圖 就是大屯山在這裡 如果看到這邊 晚上看到 你看 大屯山十五級 台北十一 十二級 為什麼台北會風這麼大 這個是因為它已經 颱風已經走到這邊了 其實它登陸以後在這邊 它還是一個強臺 主要是這個颱風它登陸是強臺 進到我們那個差不多這個嘉義這邊 還是一個強臺 後來才變成一個中臺 出海 雖然只有五個小時 所以它來得快 去得快 所以它的風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加上這邊有一個腳雨效應的結果 就是說它這個風會從 會從這個台北這個基隆河這邊 高速公路這邊 灌到台北來 所以台北會出現十一到十二級 本來我們昨天預報的話 是九到十幾而已 那十一到十二級的我剛剛講的 就是接近這個 中臺下線 中臺下線 或青臺上線 所以這個都是 風非常非常大的重要上 那加上這個雨量 也是這樣 可以看到 這個是超過三百的 它已經沒有顏色了 我們看這個是加強化 把世界加大 所以說整個花蓮 跟這個宜蘭這邊 都是超過一千兩百毫米的 這個有紫色的部分 那這個主要是雨量的部分 大部分 可是這次因為 還好它這個颱風 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對南部來講的話 雨沒有這麼大 可是這風 是讓我們全省都 經歷到這個 又強又壯的這個颱風 但未來我們遇到這個 強烈颱風的話 我們都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我們看到全世界的媒體 都報導兩個災難 一個災難 是台灣 另外一個是西班牙 對 西班牙居然比台灣還嚴重 對 台灣是因為風太強 西班牙是因為雨太大了 他們就等一等 八個小時的時間之內 瓦倫西亞這個地方呢 竟然下完了一整年的雨 竟然在八個小時的時間 下完一整年的雨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來講的話 在禮拜二的晚上 大家沒有注意到 啪 就突然之間 一路的灌下來 一路的灌下來 已經造成158個人死亡了 對 而且這個死亡速度呢 還會持續的攀升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下這麼多的雨呢 因為還有一道冷風 那冷風從地中海 帶來這個溫和的水氣之後呢 你知道冷風會往下 然後熱的海水會往上 然後熱隊的情況之下呢 就在短時間之內 強降雨就降了下來 在降下來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嗎 因為剛好那時候是下班時間 所以大家根本來不及逃 30多疊在一起 對 所有的車輛 就是互相交疊撞在一起 然後呢 等到大家都 雨稍微停了一下去看的時候 發現說 竟然有遺體 直接撞到了車子裡面 然後呢 有遺體 竟然撞到人家家裡面 因為雨真的是太大了 在短時間之內 你說遺體整個飄出來 對 竟然會發生這種情況 然後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老婆 我看這張照片 這幾張照片讓我覺得 非常的精神 其實你看到那個雨 到底有多大 整個車子交疊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看這個是一個巷子 這個巷子 那個車子 全部衝到這個巷子裡面 然後都疊在一起了 對 已經全部堆疊在一起 因為那個時候 剛好是下班的時間 大家都在開車 然後呢 很多人說 汽車逃走 那汽車逃走的情況之下呢 雨呢 不停的下 不停的下 你知道嗎 這樣整個瓦輪溪 在這個城市裡面 就陷入了洪水當中 你從這個畫面看過去 你知道說 根本沒有地方可以逃 然後根本你沒有地方可以躲雨 你就只能拼命的往上爬 拼命的往上爬 然後這種情況之下呢 救難人員慢慢的進去之後呢 原本這個死亡人數呢 是60幾個 80幾個 等到天一亮 一百五十多個 因為很多人的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說 到底還有哪些人去受難 然後他們就想說呢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冷風過境 然後加上地中海的暖流 增加了水氣 一冷一熱 人氣要往下 然後呢 這個熱的暖流往上 那個強烈熱對流的情況之下呢 就讓他們知道 八個小時之內 就下完了一整年的雨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瓦輪溪啊 上一次上新聞是什麼時候呢 他們長期的一個乾旱 乾旱太久了 還之前是乾旱 乾旱了幾個月 然後那時候居民告訴大家說 可不可以拜託下點雨 然後呢這個時候 雨下下去之後呢 會發生什麼情況 你乾旱的土地 沒有辦法涵氧水量 所以呢 全部 沖刷掉 全部沖刷掉 然後呢水就淹了上來 然後當地的州長就說呢 當地的市長就說 我們就像老鼠一樣被困住了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 剛剛那個畫面 對 剛剛那個水流這麼巧 對因為過去來講幾個月的時間 乾旱了那麼多的時間 這些水根本沒有辦法 也難怪那個車子會不會沖走 對根本沒有辦法陷到這個 沒有辦法流到土壤裡面 然後呢 就像是一個瓷磚一樣 你的水下不去 還釀不了就直接沖過去 然後這是一個貨車司機 他就說 我現在也沒地方逃了 為什麼 因為我在車上 所以呢 我是怕沒路 腿沒路 他就只能夠在車上自己拍 然後外面的水 水平面 已經跟你的陸地是一樣的 淹過來了 然後淹過來之後 你就只能看到這些水 就不停的淹到這個駕駛座裡面 然後他一邊拍一邊告訴大家 完蛋了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這就是他們像瓦倫西亞 這一個困境當中 甚至天花板也破掉了 然後店面整個都被沖垮了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機場 機場 很多人就想說 那我搭飛機出去嘛 可是機場也有淹水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真的是沒有地方可逃 你就只能跟瓦倫西亞 跟這座城市一起共存亡 現在談談地方法有點尷尬了 這不是講嗎 南京也開始要收押 禁見這個所謂的陳啟玉 剩下陳啟玉的時候 剩下開機家庭 他居然真的跑掉了 你之前不是落人口是嗎 民眾通常講 你根本就雙標 你在把我們的人一個一個壓 就你陳啟玉 陳啟玉這個是11億耶 你現在民眾哪有多少錢 還在查當中 我當然覺得那不是小錢 可是陳啟玉很簡單 你就是掏空11億 這是一個很大的錢吧 就把他放走了 對 放走了以後 今天雞哈庭他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就代表 他跑了 對 陳啟玉他以前是農運出生的 後來做到高雄的副市長 然後他後來去台延當董市長 當董市長他就開了一個台延育能 開了一個開公司 這間公司花了他兩億 結果開始弄下去之後 他看其他的公司 大家都在賺綠能的錢 怎麼他們就賠錢 因為他用掏空的方式 一個一個把他掏空 掏空了11億 後來呢 檢方就去辦了 辦了下去之後呢 南檢就去跟北院 跟南院 申請要羈押警戒 結果南院看了羈押亭就說 不用 請回 11億耶 對 然後呢 就讓他回去了 回去之後呢 台南地檢署當然提出抗告嘛 台南高分院就說 這個有問題 你們台南地院 要再重開一次羈押亭 今天要開羈押亭 他人不見了 他不見了 尷尬的事情 陳其玉不見了 他不見就代表他落跑了嗎 他一定落跑了 你看重開羈押亭 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鄭文燦每次重開羈押亭 還不是準時 提早半個小時 乒乒乒乒乓的準時抵達 那陳其玉沒有出現 就代表他落跑了 那現在來講的話 台南地院就尷尬了 因為台南地檢署就告訴你說 這個人不羈押的話 是無法用聚寶來代替的 因為他會跑 所以現在台北 很多欸 對 所以呢現在來講證實一件事情 台南地檢署是對的 台南地院你是錯的 你既然讓人家回去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怎麼辦 現在來講 只能叫地檢署趕快開拘票 然後叫檢查 叫警察趕快去找他 你這樣不就落人口石嗎 對你就落人口石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台南真的是一個很 很魔幻的都市 魔幻都市 魔幻都市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議長選舉 竟然可以無罪 那為什麼台南地檢署跟台南地方法院 常常會出現這種事情 你說台南地方法院問題很多 問題很多 因為之前 那個欸剛才講的 你那個政府議長會選 那都已經資料這麼多了 你上次威脅人家也這麼具體了 台南地方法院跟你講無罪 就是說無罪 奇幻法院 真的非常的奇幻 而且他們花招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來講陳其玉 落跑之後我看台南地院怎麼解釋 我們可以去看台南地方法院 建築 建築